欢迎再次观看九牛们 现在是中国当地时间5月23日 在今日早些时候 又无发文提到 关股维稳 大家坚持 一定要注意自我保护 不要被别人打伤 这样真心划不来 仅保安打架的成本 仅反对暴力侵害女性 仅打架殴打 仅保安团队 附上的现场视频显示 有大量手持防暴盾牌的 政府人士在现场 由当地民众 是推开政府人士 一些画面显示 有许多大型的建筑设备 同日一位网友发文提到 光谷智慧城地铁11号线 强静明区 亲在小区公共区域 进行非法抑刊 附上的现场视频显示 有人坐在地上 事不有伤 当地社交平台出现关键词 武汉当代光谷智慧城 武智慧城二手房 光谷智慧城 葛电 光谷智慧城图片 地铁11号线武汉 武汉光谷智慧城 当代光谷智慧城 智慧城 智慧城小区 西安智慧城 有关此次的原因 有人匿名评论提到 武汉地铁11号线 要进光谷智慧城进行勘察 但是相关设备 严重影响市民的生活 因此当地民众 反对相关机构 仍是进入施工 当地相关机构 就找来当地的维稳人士 结果当地的一些民众 就被暴打了 还有另外一些民众提到 全部抓起来 地铁通车了 再放出来地铁下 穿小区 红线范围内 有两栋要拆迁 旁边几栋要跟着拆 不拆不让地铁施工 哈哈 地铁民生工程 规划这两栋这些业主 想拆迁 报复要求一起 一起拆迁 不可能的 穿马甲 临时工一天一百三 保安公司过来的一天一百八天 另外就此次我们查询到 推特名人 李老师 不是李老师 在今日发文提到 网友投稿 5月23日 武汉某小区地铁集团 强行进入小区施工 因产生冲突 据金铭称 他们曾经报警 但是警察未到场 附上的现场视频写 有大量的政府人士在现场进行相关强制工作 同日该账户的贴纸提到 网友补充 书上的第一张截图资讯提到 有网络账户 例称为 报名请私了我 发文提到 朝23号开始 光谷附近的便衣 维稳安保100人 持续一个月 可单天 可怜西座 要求18至45岁 身高172家 不穿短裤脱鞋 穿C组 无染发 长发 无包炸头 坏老扣 不要 工作时间8点至晚上20点 回复现场秩序 提前下班不扣钱 工资120元 每天下班现结 入包两餐和水 连班8点至晚上8点 早8点 半到第二天早8点半 工资240每天 下班现结 备注 包三餐和水 做股维稳的都知道 蠢酱油 臭人 数 可以玩手机睡觉 有条件的 可以把家里帐篷带来 另外一条文字描述提到 1000多人直接冲进小旗 跟公站一样 就差没枪了 第二章文字资讯描述提到 武汉某小旗地铁集团 强行进入小区施工 报警警察直接不来 其有关武汉光谷智慧城 中国的网络资讯显示 前名为当代光谷智慧城 占地150亩 总建筑面积约13万平方米 立化力40% 基于总基础祝福数 约800幅 小区内实行智能化物业管理 并配套有近2000平方米的欧式会所 儿童游戏天地 以及特别别致的夜亮湾 木架长廊 喷钱广场等 休闲娱乐设施 这自身期间 并且领练新都市中心的美丽风情 享受悠悠天伦之乐 一二期业主 现已入驻 三期花眼洋黄 创业者工艺正在发售中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